大家好 歡迎收聽安波足球快訊 來到星期六晚上 這個賽季得甲最後一輪聯唱章同時開打 其中屋宇夫斯堡將會在主場對陣拜仁慕尼克 M直播屆時將會有這場賽事的現場直播 作為這個賽季的聯賽冠軍 拜仁的實力無用置疑 並且球隊都希望用勝利來作這個球櫃的結尾 此番與實力不足為懼的朗寶交手 拜仁贏球只入可待 朗寶在這個賽季的表現就一般 目前在聯賽中排名第13位 拿到12勝5和16負的戰績 或者受累於參加勾冠 即使球隊在聯賽初期獲得4連勝的開局 一旦進入多線作戰 萊寶就開始表現不佳 去年9月尾開始的4連敗 和22年前後9場不勝 當中還包括6連敗 戰績極其打擊球隊的士氣 在歐冠賽場上 朗寶6場分組賽只得1勝2和3負的戰績 得失球比5比10 僅得5分小組包尾出局 來到賽季尾 來保遇到少許降班危機 球隊幸好交出不俗的演出 在過去五輪聯賽中 拿到三勝一和一負的戰績 其中攻擊手墨斯古斯等人有不俗的演出 球隊奉上4比0、5比0的大勝 令球隊的積分來到41分 亦都令狼隊沒有後顧之憂 可以用更加平靜氣的心態 迎戰這個賽季的修裂之戰 來自德國媒體的消息 狼保迎戰霸人的比賽 是大眾汽車競技場近兩年來 首次賣完單場比賽的所有球票 屆時將會有3萬名觀眾湧入球場 想必狼保上下都希望在球迷面前好好表現一番 陣容方面他們後衛保羅奧達維奧達斯華 和前鋒和特舒密特等人恩相備戰 拜仁自從主場3比1擊敗多蒙特 提前三輪鎖定這個賽季得甲冠軍之後 整理的比賽拜仁明顯看來比較鬆懈 先是不敵面恩斯 之後就打和史特加 來到最後一輪面對這個賽季比較弱的狼隊 希望獲勝修裂 霸人歷史上和狼保交手的49場得甲比賽 只輸過4場 這場較量將是雙方在得甲賽場上第50次的交手 自從08年5月和狼保戰成0比0以來 霸人在最近27場對陣狼保的比賽都取得入球 此外祖書亞金美智有望迎來霸人生涯第三百次出場 金美智這個賽季表現出色 雖然缺陣了6場得甲聯賽 但他也是這個賽季全球次數最多的得甲球員 同時霸人有望刷新德甲球隊單賽季客場入球紀錄 霸人這個賽季在德甲中已經取得47個客場入球 其中頭號射手羅伯利雲道夫斯基有18個作客入球 沙治格納比也貢獻了8球 47球也是德甲球隊單賽季客場入球紀錄 南大王有望在這場比賽中拆新新的紀錄 在過去15個賽季的修列戰中 霸人贏了14場 唯一的輸球在1718賽季以1比4不敵史特加 霸人在1920賽季德甲修列戰對手正正是狼補 當時霸人4比0戰勝狼補 在種種有利的因素下 霸人獲得這場賽修列戰的勝利不在話下 陣容方面他們攻擊手京士利高民被罰停賽 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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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看